好 欢迎欢迎 理财生活通在我们今天这个单元当中 要好好的跟大家来进行一下这个信托系列之五 那我们之前有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信托的基本的概念 还有呢就在信托的时候到底是有哪一些的金钱之外 那么也可以信托的标的 那么也谈到了就是要信托的时候呢 聊到了就是家庭关系到底复不复杂 你的家庭是不是比较复杂一点比较关系不好的 那当然你就要早一点考虑这个问题 如果你觉得一家和乐没有太大的问题 那也许在这个部分你只要理解就好了 那谈了这么久之后呢 今天就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监察人 因为之前我们有跟大家讲说 这信托关系成立之后呢 有受托人也有受益人 那比较不清楚的一点呢是监察人 所以呢今天会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监察人 那为什么需要监察人可能很多人其实是不清楚的 好我们现在同步在开直播了吗 真的 同步在开直播 我想要演没有用 你现在送这个也没有用 你现在公然的贿赂也没有用 因为大家还是看到了一件事情 其实我们听众朋友很厉害 他只要知道我在一开始的时候 只要讲的很久就是我的来宾还没有到 其实你是到了啦 我到了 你贪杯 我贪杯 哈哈 人生不能贪杯 结果你是贪的什么杯 我告诉你很奇妙的 我说老板今天我需要一杯 让我提振活力的 他想一下告诉我柠檬汁 我说什么柠檬汁 然后他就很气定神前的告诉我 你不要看不起柠檬汁哦 哈哈哈哈 那我知道了 嘿那我就要这个虚心求教 因为有时候总是以为自己很厉害嘛 我听到柠檬汁就不会以为 怎么怎么了不起 对不对 我就知道 我知道 因为我之前两次经验都知道 老板永远会让我惊艳 啊 结果今天有经验吗 有 他说你就喝一口看看啊 那喝一口之后呢 你这个笨蛋 你每次都不会带个两杯三杯上来吗 你就只会买你自己吗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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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这样子忽然进来 我都还没有慎重介绍你好不好 我们也让我们听众朋友好不好 赶快慎重介绍一下 恩典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 苏嘉宏 苏律师啊 一门姐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其实他找到了 可是他就是在楼下 摊杯 摊杯 就摊柠檬汁 对 所以人都不要先坚入为主啊 你听到柠檬汁没什么啊 那喝下去之后啊 他说这个会 他先讲都会很强烈 会让你有那种撞击感 结果喝下去就发现 这就是人生的渴望啊 哎呦就是 哎呦你什么 哈哈哈哈 喝你你喝的不是那个柠檬汁 你喝的是人生的渴望 对 你喝下去人生的一切就充满了解答了 真的 真的 所以说这个可以叫渴望 你看叫渴望 然后呢就自己在那边喝 然后也不会帮我带一杯 也不会帮飞鸿带一杯 反正你在那边等的时间 就在那边等了 我是有时候太惊讶 你知道吗 嗯 有时候事情你会突然撒住 这跟你上次喝的那个西西里咖啡有不一样吗 不一样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那这是什么 就真的是柠檬汁吗 对 没有加咖啡吗 没有 没有咖啡 那我也小看了柠檬汁 对对对 就跟我们在讨论 你说信托 小看了信托 你好会那个铺梗哦 这是全部都是一套的 哈哈哈哈 这是一套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都以为这样没什么嘛 遗嘱啊没什么啦 信托啊没什么 可以其实我告诉你 谁在调的有差 嗯 对 因为他有的东西 他只是多加了一些些东西 一些白色粉末 哈哈哈哈 那我也没有办法 不好意思问他 老板这什么东西啊 那还加一滴滴 一滴滴的东西 那一滴滴 他说你不见得喝的出来 但是这绝对让你温润 哦 哇哇哇 温润正在看 他会不会加酒啊 你会不会觉得真的是贪杯啦 对他 其实这真的是酒啦 哈哈 真的假的 真的真的 他一滴一滴 嗯 恰到好处 但你真的喝不出来 恰到好处啊 所以才产生人生的渴望 所以我们一个制度一样 你说不是都一样吗 律师都一样 法律都一样 法条单 我告诉你真的不一样 柠檬汁都一样啊 不一样不一样 你各个地方做的都不一样 所以当我喝下去的时候 真的一时就觉得 我有点不太 不是还是要上来十楼 就突然就觉得 嗯 好像心情不一样 完成一件事情之后 就跟我们再完成一件事情 你在楼下没有听到 我们的广播吗 没有 下次要改进 哈哈哈哈 然后废洋说 他有赖你耶 对啊 不好意思 但是有时候 他在人生渴望的时候 根本没有你 对 对 有时候我们在处理人生很重要的事情的时候 哈哈哈哈 对 哈哈哈 有时候会忘记的那个 还是有人称赞你说 律师今天发型跟眼镜很年轻哦 哎 今天没有搭领带耶 对对对对对 这一次经过 我告诉你 人生需要突破 嗯 我们总以为 以前的生活过惯了 好像就一切理所当然 嗯 那一切 律师就一定要西装 一定要西装 你西装还没有 还没有脱掉 脱掉 好就是领带 还是现在领带 嗯 那那时候 这个时候 西装做完之后 左配右配 又配 领带怎么配都是配不好 就干脆索性 不扣领带了 哦 哎 还突然发现说 哎 人生不一样 又人生不一样 对 就就有点不一样 就感觉上 哎 好像也蛮 看起来不是不正式 看起来没有不专业 有人问我说 我们两个是配好 没有 我跟他不会 会私下联络 我们不是不是 这上帝联络好 不用 这也不用言语 嗯 有时候是 冥冥之中 上帝的安排 哦 真的吗 不用讲话 我们不用电话联络 我觉得是心情啊 对 嗯 就是一致的 对 但是如果我跟陈丽清的话 我们会电话联络一下 因为有时候是为了 就节目上 因为他很重视他的形象 然后他也觉得搭配很重要 所以他都会在 他出门之前问我说 韵芬你今天穿什么颜色 那我穿什么颜色 其实我们两个会联络 但其他人都没有 包括那个赖方玉 包括苏家宏 都都都没有联络 可是常常就是很有默契的 好 我们待会会跟大家来讲讲啊 就是受托人 受益人跟监察人 今天特别会教大家来谈谈 监察人到底是什么 感觉上很专业 我们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待会继续再聊 天哪 天哪 你就喝的是柠檬汁啊 我们觉得 我想的老板真的很厉害 很厉害 所以我今天很厚的脸皮 他说我可以给你拍张照吗 结果呢 他说可以 真的吗 因为很开心 所以我会上我FB 让大家看一下老板 其实他很厉害 他那时候来的时候 那时候来的时候 他就开始装潢啊什么 以前我们就是一个小小的摊位 然后做过历任很多的老板 那都没有很成功 大家都是开始的时候不错 然后后来都草草收尾 那后来是他来了以后 还装潢 那时候我还想说 这个人有病啊 他这样装潢 他收得回来吗 对后来我跟他聊了一些 就跟他聊天 然后有发现 你有发现 他一直在开直播 他有开直播啊 对 他自己在冲咖啡的时候 他会开直播 其实我觉得他有在经营 他的人生 我没有来得及参与他的直播 真的吗 你也想见 不是你没有 你多约我 也许就碰不到 一个月才一次 就碰不到 我觉得他很 他很 只要一滴恰到好处 对对对 真的真的 我觉得他很经营他自己 然后他也很在乎啊 所以我们有时候 很喜欢在他楼下 喝一杯咖啡 我都觉得 那个是一个咖啡心灵小战 就是忘忧咖啡馆 对 他很会聊天 你有没有发现 对 而且他 他给你的东西的时候 他给你的 他他也是有经过思考的 对 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 很多人想说就就就泡一杯给你 但是他经过思考 你这时候你觉得很热吗 你觉得很热吗 之类的 对 因为像我 我是一个选择困难症的人 所以他每次问我说咖啡要很热吗 还是普通热 还是比常温再热一点 还是常温 还是去冰 他讲了六个以后 我跟他说 我想一下 他说我帮你决定 我觉得我需要这种人 你现在看光是热 他可以分这么多 对对对 真的 对 我觉得真的是有学问的 所以他这个柠檬汁 他说他喝我喝过之后 他就说你在哪里不一样吗 他是纯的 他是纯的 我看他每天在压 对 他是纯的 那加冰块 他没有汗水 我闪到一个 是怎样啊 你这 怎样 怎么像我这样 你不怕这样子很那个啊 怎样 很阿霞 有阿霞吗 我不知道你会 这是金项链吗 你拿一下看看 可以啦 是金项链吗 金的金的金的 是金的耶 因为我刚刚忽然眼睛好闪啊 金的金的 真的金的金项链 你怎么会戴个金项链啊 为什么会戴 这今天 怎么这 你是今天第二个问我 这问题的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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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我喜欢 I like I like 是和玩乐 I like I like 不是玩家 I li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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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dio I l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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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dio I lik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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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dio 好我们现场的就是我们恩典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也是金光闪闪的苏家红书律师啊为你们金光闪闪我不告诉大家因为我们觉得重点让大家更清楚的知道就是我们在成立信托关系的时候我们再跟大家简单讲一下有受托人对不对有个委托人对不对还有个受益人对不对对对对对待会再聊到这个呃监察人嘛我们先把先把这个关系先讲一下好嗯就是信托 我说总是有一个开始嗯总是有个先竹梦嗯希望我的人生过怎么样我希望呢我自己人生需要下半辈子希望好好的照顾嗯那所以我想要呃我的财产很安全嗯啊不要有任何的风险嗯那我每个月大概花费就是五万块那就只要每个月有五万块的户头哎那里面其实有三万块的是可能是这个住的费用啊对一万块是吃的费用那如果直接到那个地方就安全就好了那我不用不用碰钱嗯那如果 这样的梦想成真也不会万一我老了失智的这个钱还是继续用不会有人去呃A着我的钱嗯那这叫做哎这是一个梦想嗯那我就用信托帮他完成嗯那这个梦想的其实者嗯就是委托者嗯就是委托者他必须他先有个梦他有个渴望对会要解决问题他有一个渴望渴望渴望我现在也好渴望的梦汁哈哈哈稍等我讲下去跟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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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好我跟你讲你别拜托你拜托你别再走啊 哦哦这在渴望很重要所以你还是要渴望例如说你的孩子嗯需要好好照顾可是你又担心哦就对对对你是单亲家庭嗯你希望说哎我担心孩子才四五岁可是我现在觉得说万一我怎么样了哦因为最近有一些名人对不对嗯昨天有一些发生一些事情对对他才36岁对其实很恶腕我还发现说我还碰过他但是这就觉得啊你有碰过他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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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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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他就希望我的孩子安全全平平安安快快乐乐 所以这种渴望都是惦记于希望 不管是自己或者是某个人他的平安快乐 所以要完成他说 所以这就是委托者 他又有点钱 希望把这个钱做最好运用 这就是委托人 可以这样讲完全不像法律 可是你这样讲我们就很清楚了 就是逐梦的人 那逐梦要踏实嘛 所以踏实的方法 信托是其中之一的方法 我想这样讲 那所以这叫委托人 那你说那这样 你都讲好这个竹梦总是要踏实啊 怎么去踏实 那就找一个有人帮你管叫受托人 他就受你委托去管理 那律师这种信托 跟一般委托关系有什么不一样呢 不一样在于说 信托有信托法的保障 他信托法的保障 他有信托法律保障 例如说有几个重要的观念 然后以后以前有讲过 但是再重复一下 这个财产给了受托人去管理之后呢 这个财产原则上是移转到受托人名下 已经不是你的了 对对对 就说我今天受托者目前来讲是银行 那我们可以找银行 但你说别人也可以的 好我举例的银行比较保险 我们找银行 那银行他当受托者 你钱就要移转给银行 这笔钱或这个房子 或这个东西呢 就是所有权能上面就是银行的名字 可是银行呢 他是不是就吃掉你财产 不是 这个是这个财产依照信托法规定 是独立于银行财产 跟你财产之外的 所以他就是一个独立 专门为了竹梦的基金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 受托人原则上目前可以找银行 那也可以找自己的亲友 年满20岁 没有精神错乱 没有金资产的人 可以当做什么 受托者 也可以办理信托 不过一般来讲 我会建议是找 目前找银行比较妥当 银行啊 因为比较不会 还有很多的监管机制 会帮你处理 比较不会 比较有保障是不是 比较不会 怎么讲呢 不过有人就是说 你受委托了 他不照着做 你的金盟好友 可能不照着做啊 对不对 所以比较麻烦 或者是说 说实在的人 有时候我也觉得 这两天有点低潮 那你说受托给人 然后他走了 对 所以真的需要喝柠檬汁 对 对对对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需要 这是受托者 受托者 银行的话他是法人 原则上他是不会消灭的 那就是一般的 那当然我们金管会的这个 我们主委也有讲说啊 说未来的2.0 未来还要开拓 更多的信托公司啊 那我们期待 很多信托公司会产生 那这样会在竹梦就会有人受托啊 所以就受托 就有人他要帮你竹梦的 实际帮你托人 对对 有委托人有受托人 你要找到适合 这就委托受托人 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角色 就是受益人 对 对对对 大则 很多于谁接下来才 Thousands from the 我自己也可以 我为我自己受益 那我为了小孩 哎 这个受益人是小孩 也可以 那 也可以说韵分姐啊 能看 可以啊 对对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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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记得是中广的 好 夏韵分 对对对对因为可能有别的 zij 因为有同名同姓 等下我们google一下 好好好 像运奔是不是还除了你 有可能是有别人 因为你有名之后 人家就喜欢你的名字 运奔这两个字真的很好 对 所以要知道有这些关系的存在 对 那当你知道这存在 那你看这个三角形就存在了 你看委托人 竹梦的人 他想要怎么做 交给一个受托者 他要帮你完成的人 那为了谁呢 为了受益人的好处 去做 那这个所有人可以 你自己也可以是你的小孩 或者别人 都可以 那么接下来 刚刚韵芬姐有个好的问题 如果你所托非人 或一个个人 他就管你 可是你就怕说他 他会不会 背了背骨啊 你把这个 一栋房子给他 他就想办法去 他没有把它去收租 他自己用 或怎么样怎么样 反正你可能 没有看到他就乱搞 怎么办 所以这时候 就要有一个人产生 叫做监察人 哎呀你扑梗终于 你扑出来 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会太久 好厉害啊 会太久 对不会啊 因为我一直 对因为我一直不知道说 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监察人 对 我也是都独立之外的 对 因为怕所托非人嘛 那这个人 我告诉你 现在我慢慢相信 你不要相信 你不能只相信人性 你要更相信怎么样 让人性发挥善的一面 不要发挥恶的一面 这我最常举例子是 你如果今天 你走到一个房间里面 那里面有现金 一百万元 然后你四下五人都没有知道 没有监视器 然后你拿走也不会有人发现 你会拿走吗 一百万太少不会 那一亿呢 会 会对嘛 对啊我讲真的 对因为 你还没有考验过 对真的 废龙说还是不会 我告诉你会的啊 如果没有 如果你确保没有人知道 千万不要测试人性 真的不要测试 这就是人性的脆弱 你说不会对 真的啊 我觉得就好像说 常常讲说 如果有美女在那边都偷光光了 你看 他没有人知道 你怎么去举这个意思啊 不是我就要跟 我的意思是说 这个我这个我是 这是讲正面的 嗯 就是你去 你不要去想到 碰到这状况 千万不要碰到 碰到你会被考验 你会很痛苦 对啊不要去接受这样的考验 不要接受这样的考验 你一定要离开 对对 你就赶快离开 对那所以人性不能是被考验嘛 那如果你看 今天 这个美女脱光光 旁边有个监察人 你敢做什么吗 嗯 不敢啊 你不敢嘛 对对 旁边有个警察 你敢做什么 不敢 不敢啊 哦监察人是这个主要 那监察人要谁谁找呢 那监察人如果不好 可以换吗 哦这问题又来了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进一下广告 待会分享更多 哇塞 啊 谢谢韵芬姐 哎呦 自由发挥 蛤 我自由发挥 对啊不错啊 我觉得这样讲的比较清楚 比较清楚啦 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对监察人说 废龙跟我说 那么监察人到底是什么 可以谈一段 可以谈一整集吗 我都觉得监察人好难哦 因为我都没有找到什么 跟监察人相关之类 可是我们在找信托的时候 监察又是很重要一块啊 对的因为 大家现在对观念不太了解 嗯 所以我们刚刚主要是讲观念 所以为什么用那个比喻 哦 对对对 诱惑对不对 对对对 这样就知道 对不对 对有人会诱惑嘛 这不管什么都会有诱惑 你只会有 对就要放一个东西在那边 监察人在那边 一个警察来你才诱惑 对不对 所以监察人很重要 很重要啊 是啊 那那 已经加到锁 那个锁太差了有办法 嗯 只能说我们近人事嘛 我们已经做到最好 已经找到最适合的这个受托者 嗯 再找个适当的监察者 再加一些机制 例如说监察者也要拿点钱啊 对 对不对 他拿点钱 拿钱办事 对不对 那你做这个宗旨怎么样 你对你自己的 有点像读董那样的概念 类似像这样 对 有人说问多家银行 没有办理这一类的信托业务 好像是有啊 但我觉得好像也现在好像 因为信托这个业务 其实大家也在慢慢开展 蛮新的 蛮新的 蛮开展中 那因为有些银行也吃了亏啊 就是说 吃了亏啊 吃了亏的意思是说 我花很多精神 但是没有赚到钱 对对对 吃了亏是这样 没有赚到钱 花很多精神 很多人就能力 你来的问一问也没有做 要做就是 就没有深圳做到那个时候 那当然 跟我们的所有的 是不是会善用 是有关系 对啊 你为什么带金项链 是因为 我第二个问啊 不然第一个问是谁 因为我同学啊我在 因为我忽然这样散过去啊 他就觉得哎 你有好好玩 还有一个人说 现在黄金大涨 现在黄金大涨 哇塞 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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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同学问你啊 对 因为我同学在我们办公室嘛 他突然也是撇到 这你就忽然看到啊 对 平常我打 我打领带 你们根本看不到我带金项链 对 所以你一直都已经是 水深溪带了 对对 这条是我爸爸的金项链 哦 这么有意义耶 对他是有意义的 我同学还偷偷笑说 你是不是为了招财 我说不是 哈哈哈哈 不是不是 我不是为了招财 所以是爸爸的 他给你的啊 对我爸爸留下来的金项链 是爸爸留下来的金项链啊 对 很有意义 对我之前带一阵子就没带 那之后 这几年就觉得 嗯 感觉好像 全身空空的 你没什么 我除了带结婚戒指以外 嗯 对就带爸爸的金项链 哦 对就是这样 就很简单 听起来很无趣 但是就是一个历 一个历史 我只好奇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 对啦 你讲就是以前都打那个领带 领带嘛 怎么可能看得到嘛 那今天没打领带 对 那我一看 领带好看 蛤 我觉得你不用打领带很好看 对对 我现在发现 我的气势跟气质够了 不一样 可以这样的 嗯对 真的很好看 对 嗯 就是我去那个李志诚那里 就是那个 他那边 他做的嘛 做的那时候 他想要换 要换什么领带 打字好几个 说 我再看看 这样最好看 对啊 不然你就再做两件衬衫就好了 对对对 这样就很好看 我觉得你在做两件衬衫吧 清宗也新的耶 对啊新的啊 这些是新的 新的 最新的 昨天才拿的 人一瘦了 这些蓝色不一样 不一样 又不太一 对它是全素色的 全素色 有听众发现好厉害喔 今天颜色比较亮 对对对 这清宗真的蛮厉害的 厉害厉害厉害 真的素色 那素色 所以配格纹 那让我觉得我也 好像摆脱了一点 舒服 真的啊 哦 有一点点的那种感觉 人就很有趣 嗯 你如果仔细体察 这会有不一样 哦 好像讲的比较开一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这西装的价值 让人有自信 对对对 嗯 感谢真的 嗯 嗯 所以我觉得有时候 还真的需要 有一些提醒哈 对对 西装 还有柠檬汁 还有柠檬汁 又提柠檬汁 我真的就想说 奇怪的 所以就是30分就 欸这就勾矣了 你知道吗 就和他自己的 而且因为电梯真的 我电梯真的 对 我告诉你 我很惨就是我今天上 我几乎每个人都会按一层 不同的每个 对 对 对 嗯 感谢你 好 真的天啊 所以你们今年又订很多喜憨儿啊 不是 我没有订很多喜憨儿 嗯 对 特别来 这个哈哈 我一搞是不是知道今天会迟到一分钟 对 发解 发解一下 哈哈 欸其实我们那时候没有想到会晚到啊 就说 欸 39分了快快 你有吗 你有感觉吗 你都没有感觉啊 没有 因为其实 你几点到了 我到啊 一点半就到了 一点半就到了 那他的那个 他那个柠檬汁他是现炸的 不是 不是的 他可能是刚炸完 可能刚炸完 反正就已经有一些了 所以他说这个很适合我 嗯 所以不错 所以那时候就突然 时间就有点那个 应该早点 不然每次都是一点半我就在上面 乖乖做 乖乖做的 对 对 下次我知道了 但是我就 早一点来 早一点来 他还拍照 拍照 对等一下 等一下我们就 你不是有跟 你不是有跟高景拍照啊 对啊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再上我的FB 等这个结束 孕芬姐的我们等一下再拍个照 对不对 少来你又不是说要上我的 哪有 你哪有说要上 你哪有说要拍照 你就跟人家直播 老师楼下那个老板真的是有他自己不测的 对 我觉得他有个魅力 他有有 嗯嗯 我有时候心情不好说 我也会去楼下叫一杯咖啡 坐在那边跟他聊都十分钟了 真的哈 因为很少叫 可是我 所以他知道我有试下去点 他就知道 哦 对 对 然后偶尔他也会 他就是你看有时候我三点去 他我觉得我很饿的时候 他就塞一个凤梨酥给我 就觉得刚刚好 刚好我很需要 对 用心 这就是用心 对 然后有一次还购一颗蛋 哈哈 他可能是他自己买的 对 他就说你现在很饿 然后我说你怎么知道 他说看你脸就知道你很饿 他很厉害 对我一副饥饿的脸 哎呀 对 所以我觉得楼下很好 我真的很喜欢 用心 对 对 他真的做得很好啊 对 嗯 所以凡事就用心了 对 然后他也经营他自己 要学习用心 信托很深奥 对 对啦 有点复杂 可是就慢慢了解一下 对了解 你看要花很长的时间 你看我们节目做那么久 看做了大半年 才把信托的概念讲一下 然后金管卫还说 推办不利啊 什么的 你又没有好好花时间 跟大家谈 这是概念 对啊 这就 这又是十几二十年的功课了 嗯 对 有一些是那个啦 有一些安养信托 有有有 有 但是安养信托只是信托的一部分 对 是一种 所以我说你做梦可以 可以 勇敢的做梦 那我们再想办法帮他踏实 对啦 嗯 就是一般人来讲的话 遗嘱已经有某部分的效力了 对 可是如果说你觉得那样不够的话 等于说再加一个锁 对的 嗯 信托兼堂 再加一把锁 对 一直再加上去 对 他们说苏律师常来直播 哈哈哈哈 没关系苏律师爱喝楼下的咖啡 就会常来 哈哈哈哈 以防养老也是安养信托的一部分 对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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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这里上来radio中央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是恩典法律师 我所的主持律师啊 这个苏嘉宏 苏律师啊 今天又帅气的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啊 这我们听众朋友真的很厉害啊 就看了直播就知道说哎呦好帅哦 原来他又做了新的西装了哈哈哈哈哈哈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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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跟大家聊了那个监察人很重要哈 也就是说监察人是一个警察的角色吗 就是美女当前或者是一大笔钱在你当前的时候 有一个人在那边看着你 你大概就不会做坏事啊 对的 你看啊我为什么用这样的比喻是因为说 因为你信托过来的财产一定是对你来说相当重要 对对对对 那管理人他是就管他亲手管理 当然我们已经挑选过我们希望是哪一个人帮你管理 已经挑选过原则上应该他不错你才会委托 嗯可是这个人呢他如果又在做又去接触到钱 也去接触到其他事情 对 他难免会有时候会受到诱惑 对 所以我才比喻说哎如果今天有个警察在旁边 他就他就看着他就看着你有没有乱搞 对你乱搞就把你抓起来 或者说他直接告你 嗯原来警察可以直接告可以啊 监察人就类似这样的动物 这个意思不用说不用等到说哎 你的东西被被被被偷走了 刚刚哎那个监察还跑过来说去跟那个受益人说 哎那个哎人家谁偷你的钱啊 不是没有这么没有这么弱了 直接说直接就可以告他哦 对监察人目的就是可以纠正 就可以纠正或说监管这个受托者 他是没有按照信托合约来走 如果没有按照信托合约来走 监察人可以去纠正他的 甚至依照监察人的身份 对他提起这个数据 那监察人会不会那个啊也出状况啊 嗯我想监察出状况机会 他是一个被位 你说警察不出状况也难 也不能保证啊 也不能说警察或监察会出状况 应该这么说警察跟监察人都不会出状况 嗯因为 因为警察呢他的责任就是保护人民嘛 嗯保护他人这个财产嘛 对不对 监察人的职责也是如此 嗯那至于那至于从事好不好 是另外一个问题 所以我那监察人我要去哪里找啊 监察很简单 嗯第一个还是可以找你自己信信任过的人 你信任的人或自己的亲友 嗯嗯 那第一在第一为什么说 因为有时候你今天找银行 嗯做一个呃信托 那你希望多设计一个监察人 嗯对不对 嗯那么哎那这样我们找自己的亲友 嗯看他 因为毕竟你找了银行当做受托者 嗯嗯他的他的问题机会比较小 嗯专业的信托人士 哎那这样接下来就是你找自己亲人 那自己亲人的看得到那钱在不在啊 嗯 每多久他都要有对账单 是每个月对账单呢 还是多久对账单一次 还要查什么东西 其实监察人工作蛮辛苦的欸 对啊 他可不可以知心啊 哈哈哈 我告诉你当然要知心啊 啊有啊 当然要知心啊 对啊我也觉得工作那么繁复啊 我也没台没机 我去做这些监察人要做什么 我举个经典例子 好啊 你讲对你讲例子我们就听得懂啊 单亲家庭嗯 单亲妈妈嗯 单亲妈妈 他因为他丈夫很肥肋 嗯 他就是当丈夫就喝酒闹事 欠一塌皮肤在啊 嗯 那有个孩子 那就是离婚了嘛 啊那也不想再跟那个先生往来 嗯 那那个先生也 前夫也对这孩子没什么感情 嗯 他自己独自抚养这个小孩三岁 嗯 那结果呢 嗯 他最近发现他有癌症 嗯 他有癌症 很严重 嗯 但是要去 不不确定了 嗯 因为我要医治这种癌症 其实其实也很不确定 嗯 所以他担心啊 哎我现在名下有房子一栋啊 嗯 现金不少啊 嗯 这样加起来两千多万了 嗯 那两千多万 那那既然我过世的话 那谁继承呢 哎呀那我们有 我们知道啊 嗯 那个律师有讲过 我现在已经没有婚姻了 嗯 我没有先生 嗯 那所以我的财产两千多万都给这个孩子继承 对 那问题来着 孩子还未成年 对 三岁多四岁而已 那请问一下 那最后谁是他的监护人呢 他那个前夫 前夫 那前夫就很爱花钱啊 对 那他没有保障啊 那对啊 那怎么办 嗯 那只能等他事情发生吗 不行 那当然不行嘛 嗯 对 于是说那很简单 那我们就写写一份遗嘱 嗯 也可以啊 对 可是遗嘱到最后面 结果还是给小孩 对啦 结果还是给小孩 因为监护人还是他的 还是他爸爸嘛 对 就是他的前夫 对 最后怎么分 但遗嘱可以分掉一部分啊 我可以把财产一半啊 给的我这个单亲妈妈的父母亲 或他兄弟姐妹之类 对对对 要请他照顾孩子 照顾孩子 那另外一半仍然要给孩子 那还是没解决的问题 还是不能解决 遗嘱已经解决一大半了 对对 可是还没办法解决这问题 嗯 那那这接下来就说 那这样我怎么办 那我就可以做信托 或者遗嘱信托 嗯 也就是说利用遗嘱 写遗嘱的方式呢 把信托内容写上去 或是直接跟银行说 那我就做信托 嗯 那我以遗嘱信托为例好了 就是啊 我现在也不想花什么信托保管费 两千多万说多不多 说少不少 对对 因为两千多万其实也很辛苦 房子扣掉 对啦 扣掉一些几百万生活费 那所以就就写个遗嘱 那遗嘱黎明就写很清楚啊 嗯 我是委托人 我的信托目的是为了说 要照顾我的小孩 嗯 那他拿到财产的时候 可以可以安全的妥善使用 嗯 那信托时间呢 原则上是25年 嗯 那25年等我过世后25年 那这个财产呢 就是我名下的这个不动产 那就是房子嘛 那他能现金给他爸爸 嗯 那么在这个状况下 他写那 那 那谁当受托人呢 对 找银行 哦 假设先找银行 找银行 找某某银行 他去做 那某某银行也同意的话 他当受托者 嗯 有委托者他在竹梦嘛 嗯 就是用遗嘱来竹梦 遗嘱的信托来竹梦 嗯 那银行当他执行者 那他的小 他的小孩就是受益 受益人 对 受益人就全部都是小孩 对 那这时候呢 好像看起来就没问题 先做完了 嗯 做完之后呢 那最后如果今天事情真的发生了 嗯 那信托的确银行是可以帮他保管 对 保管二十五年 对不对 等到小孩三岁二十八岁了 对对 再给传 全部给他 嗯 那每年的时候可能就就把房子都雇下来 都雇住了 对对 这个财产就不会不见啊 嗯 对不对 这是好方法 那可是这爸爸会动脑筋 嗯 那这样我是不是可以破解一下这个遗嘱信托 哦 就是因为 因为他是他是受 我单纯的一个受益人 嗯 对不对 那有时候跟银行卢啊 一卢啊 哎我就是孩子的爸啊 我就是受益人啊 嗯 怎样我有一些权利啊 等这个 这个单亲妈妈已经过世了 我可以想办法破解他 嗯 那所以法律上还有一个方法是说 我们如果在这个 这个合 这里面加上一个信托监察人 嗯 如果今天要终止合约的时候 必须信托监察人统一 嗯 的状况下 嗯 才可以 嗯 那信托监察人就设定成这单亲 这个单亲妈妈的这个兄弟姐妹 哦 他就可以管住这个部分 嗯 一方面 因为我拿不到监护人 嗯 但是我当财产的信托监察人 把财产全部管住 嗯 那这样情况下 这个 这个爸爸也领多 如果说是每个月有一些收益的话 嗯 一两万块 假设说给小孩子生活费的时候 嗯 那也不至于所有财产都不见 哦 也就是信托监察人是 在信托上面又加把锁 嗯 也就是说今天不但是预防 呃受受委托的受托的人 受托银行 或者但银行是比较不会啦 嗯 或今天你找别人去做受托的时候 哎 你要你要把这信托处理掉 你还要经过信托监察人的同意 嗯 所以我们法律制度上呢 他会变得更为完善 嗯 是的 所以说我们才讲说 今天我们还是回到前面 所以监察人要找一个我们信得过的人 对对对 但是最早信得过的人 除了自己认识的人 那你可以找律师 那律师就是做这种工作的嘛 哦 冷静又冷血 对对不是 是为了说要帮 这是一个大爱 哈哈哈哈 这是大爱啊 因为是帮助就是帮助 对要守住啊 守住啊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冷静 而且碰到比方说 有些他会来死哭活哭的啊 对那时候你要大要冷血一点啊 对我们就回过头来 就是说我们只是遵照制度 遵照的制度跟信托的目的 所以我们律师就遵照这目的 这个大爱继续往前走 嗯 所以我们是有条有理 没办法寻思啊 所以律师也可以也可以来做 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说那当然你如果找律师的话 可能要议定说到底 我们信托监察人 他要做什么事啊 你希望监察到什么程度啊 对对 那么会讲的收个费用 那所以因为你看嘛 如果收个费用的时候 那更要更努力的去 把这个地方做好 那也就是说我们做 你想我在讲人性 做越久零越多 啊请问要不要做 如果你你现在不做就没有钱 对啊 我假如我现在做这件事情 我每个月可以领一万块 嗯 我每个月可以领一万块 嗯 那么但是我没有做的话 那我就领不到一万块 啊请问你要不要做 要 对就这样 所以今天你25年 每个月假设啊 每个月 所以这其实都是要钱 当然我们今天不会要大家说 鼓励大家一定要赶快去啊 什么 大家也都要知道这个费用 问题是你要先知道这个信托的 基本的精神 还有对你的保障到底是哪一些啦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我们进一下广告 待会继续再聊 哎 那他跟那个执行人 遗嘱执行人像不像 很像 你看以前遗嘱执行人 不是有人叛逃吗 是啊 他明明是遗嘱的 可是他就叛逃了嘛 这很大的新闻大家都知道 那如果我做监护人 会不会也 就倒戈或叛逃 原则上不行 要经过同意 要经过同意啊 你不能任意说我不做监察人啊 要经过同意啊 啊 对 所以说这个职务你做之后 就是好好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工作 是不是要找 什么法人啊 比较好啊 也可以啊 律师比较好 律师不错啊 对我觉得找律师还不错 你说自己 我们要去对抗那么多 可能发生的事情 就看我们的资产多少了 比如说我们刚刚还是讲说 如果资产 资产大 或是风险高 我就建议真的要找专业 对啦 那如果说资产小 风险小 那你自己处理 我们就你听节目 大概也就 就可以了 那就找银行专业 还帮你处理 就可以了 我就跟你讲 我觉得银行都要做信托 做信托啊 有多少人可以谈得很清楚 就是信托是什么 因为不容易 有多少人可以像我们这么清楚的讲 信托是什么 因为坦白讲不容易 不容易啊 因为 然后你看还要盘点你的家庭关系 盘点你的资产容易啊 盘点你的家庭关系 给你点建议 根本难 因为你要 像我刚刚讨论信托部分 我有时候用一些太口语的 有人就会看不顺眼 哎 律师你怎么打这种比喻啊 律师你怎么可以这样讲 可是你不这样讲 就是说 你没有办法去让你很清楚 哦 原来你收点钱是那种人性 他要保护 对等等 不然你不讲这种比喻 你会 有时候你 我认为要让人家了解信托 我只要那个要跟节点 呃知道说 哦那原来他是可以这样用 你这样就可以了 对 那这些专业细节部分 那当然 如果要念法条 其实大家都会转台 嗯 对啦对啦 我就觉得我们只要先让大家 就是撒一点种籽 然后大家听听得懂 有一天 人家跟大家提的时候 他不会说嘿嘿啥 对 那什么我都不知道 对 然后信托监察官今天又是一个 更专业的东西 所以所以我就尝试 我跟你讲 如果说我们把法条拿出来 真的没有人看得懂 真的看不懂 对啊 真的看不懂啊 对其实我就请 我们事务所也有的律师 学会很好啊 他也是 我请他说你 你把这几个信托的监察人部分 你能不能解释一下 哇他 没办法 他有办法 全部都是法律 法律文字怎么样 我说哇 这我要在节目上讲 你就完蛋了 对对 一定完蛋了 因为都是知乎可以 因为他有他有 他有法条的 可是呢 要怎么讲 让他能够清楚呢 不容易 得斟酌其职务之反减 及信托财产之状况 就信托财产 酌给相当报酬 但信托行为 另有制定者 从其所定 我就这样 我就念这两行好了 因为刚我们提到的 那个给不给钱 这个问题啊 你看这个 我就会觉得说 哎 所以我们要做一个传达多重要 好我们持续跟苏家红书律师来好好谈一谈 因为现在真的有很多的理专是真的兼着在做 然后呢 我觉得银行有没有确定要发展信托这个业务呢 大家也都是试试看试水温 然后初期也都赚不到钱 所以我觉得也没有好好的去培训或者是培养啊 其实我就说那刚刚问的问题我就觉得很遗憾 就某个银行他其实很专业 他就是投入很多资金跟精力 也训练出一些蛮厉害的 我觉得他够水准的一些人 那么也跟信托工会他们都有很密切的联系 所以我跟他们谈的时候 其实他们的这个功力都很深 但是坦白讲这几年下来 因为可能那个业务量不够大 所以你看这些高所都散落 就是哎 因为以前是想说这样开展之后可能会很多业务出来 然后再慢慢下去 结果没想到好像没有预期这么大 所以高所就开始就分散到别的地方 就先做别的事情 很可惜啊 但就是这个业务 我觉得没有好好的把它推广起来 但未来我觉得是需要的 会的会的 因为金管会就已经说 因为金管会还说做的不好 因为他没有去做到教育这一块 他慢慢的 其实也需要我们了 对对对 拿下我们这么厉害啊 可他没有付广告费给我们 也没有付任何宣传费给我们 可是我觉得我们是想要把它做清楚啊 就是说如果你资产复杂的风险高的 你要赶快了解信托是什么 如果你觉得你的风险不胜 是很高的 你家庭其实很复杂 听了我们节目你自己就会做了 对对 遗嘱写一写 顶多加一个遗嘱信托够了 对就够了 所以我就常常讲说 我们其实在讲 为什么说足梦呢 其实人生都要有个梦 这梦的希望对我来说是应该要 家庭成员平平安安和和乐乐 我们一代传过一代 那如何富过三代 如何平安过三代 除了富过三代 平安也有到三代 因为也就是我常碰到人家 因为都不处理 然后打官司 那我觉得很可惜啊 那为什么不实现做一做 其实做个信托 做个遗嘱或圣前做些什么规划 其实可能避免掉不少官司 对我觉得先做一个遗嘱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遗嘱的信托 对 那第三个我觉得保险金信托 对都是这样子 对因为你比方说 刚刚讲个单亲妈妈 对不对 然后我的前夫又是个渣男 那我的小孩又小 那我又得了癌症 对那万一我死了 一定是前夫把孩子监管回去 或者我的保险金 如果说是给孩子的 也是前夫在监管嘛 对啊 那你说如果你没有这样信托的话 你没有监察人的话 那你前夫把钱挥理完 你在天堂 就算你看到了 你也没有办法 无能为力啊 对的 我觉得死后无能为力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没错 所以我说我们现在做的事情 都是为了未来活的人做的事情 所以你先不 其实我都讲说 这是很好的事情 我们现在在讲的是说 我们所爱的下一代 或者我们的左右边的人 我们很爱他 我们希望他过得好日子 有时候我们钱都赚了 其实讲白了 有的是为了东方人 都为了这样嘛 对 就为了孩子 为了你爱的人 那但我们只留了树木 但却没有留给他 制度 对 信托就是我除了留了树木 没有留制度 所以我们信托就是一个制度 留一个制度说 哦原来啊 建个房子就是怎么样用 不好意思 那你说你要回离 不好意思 因为已经把你锁住了 哦 他们说喜欢书律师啊 就在讲述浅显易懂 对 因为只要我听得懂 大家都听得懂 客气客气 哎 那监察人 因为如果不放心的话 我可以多多找几个监察人吗 可以可以可以 比方说我的兄弟姐妹 都列入监察人啊 没问题都可以 那几个都都没有关系啊 没问题啊 你开心就好 会内讧啊 哈哈哈 重点是开心就好 而且过半数 如果有一些重要的事情 就是过半数决定就好了 这没有问题的 哦 就你信得过的朋友 或者家的家人都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然后兄弟姐妹可以 找律师也可以 也可以 哦 对的好处 其实我说可以就是可以 那他 但是对人性跟你选择 实际上层面的时候 你就要去思考说 第一个说 你跟他交情够 嗯 然后你你愿意把所有的秘密 告诉他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对对对 就是你的你的那种 你跟他感情啊 对 你跟他感情有到一定的程度 你要找自己人 嗯 那第二说他的他的专业 他的某种程度上 不用到律师这么专业 嗯 就他也啊 或者他的意愿 他也很够 不要讲专业 他意愿 他意愿也很够 说啊 温宜帮你忙 只要有有愿意 但反正这个 如果找专业的银行做受受托者的话 嗯 那么银行会提供一些报表给你看 你就你就看啊 嗯 就没有出的状况就好了 所以就OK 所以至少他意愿上是要OK的 对对对 哎你说你看银行现在 我觉得他们现在反而 需要培养一种人 你知道吗 哪种人 就是有会会会谈话的人 哦 对不对 跟你聊聊就知道你的状况 对对 然后你可能你哎 你只要做遗嘱就好了 或者你租遗嘱信托就好了 或者你做保险金信托化就好 或者你做这个 以防养老信托就好了 对对 他可能帮你归纳出来 你可以做哪一些啦 是是对没有错 哦 这应该要这样子 那前提还是有个前提是 嗯 那个大家的氛围是要 就是大家可以接受这个制度 对对 就是现在就是在开这个路 嗯 路慢慢开 我最近在讲遗嘱这种课程里面 也跟大家讲说你看如果在20年前 大家讲遗嘱他不要听啊 对啊 我不要听听遗嘱干什么 嗯 那就现在20年来慢慢他就哎 我要听我要听我要知道遗嘱 对 他从不想听对到愿意知道 对 那我还是在问他们你做了吗 嗯 我没有做 哈哈哈哈 所以在下一个阶段开始是 其实慢慢已经开始在做 我发现了 越来越多人在做遗嘱 嗯 那遗嘱要做之后 接下来遗嘱还要进化 嗯 做遗嘱之后那接下来的下一波重点 就是遗嘱的执行人 谁去执行这个对对对 所以你看我们都走在 时代的前面 嗯 那为什么大家能够 会开始要做遗嘱 考虑遗嘱执行人 他已经接受的概念了 嗯 一样信托也是一样 嗯 现在还在接受的阶段 对对对 对 但有人会接 有些人有在做了 但有的人还在说 啊接受不了解 有些人说不了解 他怎么会买呢 嗯 不了解怎么做呢 所以他要了解 嗯 一定要先了解啊 对的 对 然后我们会有人在问 我觉得很好啊 就是说那那那那监察人 我不在怎么办啊 监察人我死了啊怎么办啊 换一个 哦 那换换一个啊 可以递捕啊 你讲到我直接 我们先休息一下 啊 啊 死了就换啊 那较快啦 哦 我这个不不了解啊 所以某种程度 他有点像那种遗嘱执行人的角色 类似像这样 反正执行到一定程度 对 没办法执行 那当然还是要换一个 嗯 好啊 好的 那如果不满意呢 叛逃呢 怎么办呢 你再举个例子 对啊 我觉得制度啦 制度建立起来就 叛逃就给他盖了 就是请求法院去 结认他啦 对啊 也是超前部署啊 哎呀 就这样 所以还是一样 我们在做信托的时候 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喝一杯柠檬汁 哈哈哈哈 可以被自己喜欢 可能我想 也许我平常没有喝饮料都喝开水 哦 所以你很爱喝饮料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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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你每次喝到饮料都很开心 好像小孩哦 是孕芬姐请的饮料特别好喝 你假的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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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平常都喝开水 在办公室都喝开水 咖啡呢 嗯 会 就是要提神的时候 哦 快不行了 快 啊你们公司的咖啡好喝吗 好喝啊 哦 那就好 嗯 有咖啡都很重要 不过酒的时候是喝饮料 真的会让我们觉得很开心啊 对 对啊 监察人跟受益人可以同为一个基金会吗 基金会 不知道什么意思耶 好 这什么意思啊 原则上监察人他没有受一个什么限制啊 所以说监察人只有说他必须要成年啊 没有受禁制 哦要成年啊 对成年没有受禁制产宣告等等的 嗯 那只要他不要跟他监察的那任务冲突 嗯 其实是可以的 嗯 哎他他他不能够是呃破产的人 破产人对不能破产人 那是当然 嗯 所以他他听起来很简单 嗯 但是他在做的也不难啊 嗯 就是选一个 那有时候你说 选那个就跟我们面试一样 我们只能尽可能面试啊 对啊 之后用了才知道 嗯 对用了才知道 好欢迎回理财生活通 我是向云芬 在我旁边的是恩典法律事务所的主持律师 苏家洪苏律师了 我们刚刚大家来整理一下就是说为什么需要这个监察人 然后是不是必须要设定的啊 好 就让大家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啊 好 就是说我们刚才讲过你资产如果复杂风险很高 你当然就要考虑信托这样一个模式 对的 也许很多的银行现在还不是很完整 但慢慢还有一些会比较完整一点 我们只是让大家先知道这样的一个观念啊 那他有问说啊 家里有特殊儿 那将来如果跟奔佩尔都老去了 那特殊我要送机构那信托执行人可以设定是手足吗 可以了 其实我们有一期来谈公益信托好不好 对对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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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也可以设定手足帮你做啊 所以如果今天像房子我们举房子的例子 我们做的一些例子是房子 也许哥哥也许哥哥的状况是不怎么好 就是有一些没办法处理自己事情 那么所以这个他爸爸妈妈想说怎么办呢 那就是还有个弟弟啊 那弟弟怎么样可以帮忙呢 我们又不要找银行 那这个房子可以让这个哥哥住到他 不能就生命最后一天为止 对对对 那可以啊 那也不想找也不想去缴什么 那个那个那什么费用 就干脆就做一个信托 那受托人就是找这个弟弟 哥哥的弟弟 那也是成年了嘛 那弟弟 那这弟弟做受托人 那受托人执行的任务就是可能50年啊或30年啊 但是如果这个哥哥不在的话 就提前可以终止 嗯 那就做这样信托的情况下去是可以的 比如说他弟弟当做受托者 对 那就不用 弟弟原则上就可以不用收那个钱了 哦 因为他们还有手足关系啊 因为我觉得如果没有做好这个啊 信托的话 常常就是会有一个状况 那家里可能就会给这个手足说 那你要负担你哥哥 对 这辈子那他可能会吓坏吧 而且还有另外一个啊 啊 在处理这种这这类型的案子 其实最恐怖一件事情是 嗯 呃如果你都不去想 你都不去管他的时候 嗯 你想想看啊 如果这个爸爸我之前爸爸 爸爸妈妈已经不在了 假设有爸爸 有两个孩子 嗯 那都没做任何处理 爸爸一千万财产 嗯 那么一千万财产 爸爸一过世 请问给谁 就哥哥哥弟弟嘛 对 对 那哥哥是怎样 都完全没办法处理自己事情 对 对 对 那就太他名下了 哦 那所以那哥哥有办法花掉吗 没办法花掉 那不我这个例子比较不好 应该交换一下 嗯 就说如果今天弟弟是有精神状况 有状况的 那哥哥是没有状况 嗯 一样两个人都拿五百万 对对 依照正常状况下 嗯 弟弟会活得比较久 哦 当然也就是说 从自然的时序来看 对对 爸爸过世之后人 他把一千万交给哥哥跟弟弟 嗯 弟弟他有 他有状况 那哥哥我依照自然时序 哥哥会先过世再见 对 那弟弟名下有 他弟弟名下有五百万嘛 嗯 可是他当弟弟过世的时候 嗯 他将他没有小孩 嗯 他也没有父母亲 也没有兄弟姐妹 嗯 也没有主父母 对 他就充公了 哦 哦 所以爸爸如果没有在这前面做处理的时候 嗯 那这个财产就就是充公的机会很大 对 哦 因为我现在想到就是有很多公益的团体 他们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是 你刚讲还有兄弟手足的照顾啊 对 可是如果说比方说我是爸爸妈妈 对 对 然后你看我的小孩只要一个 然后他有状况 那有一天如果我都不在了 嗯 对不对 那爸妈妈妈都不在了 那小孩怎么办呢 他可以信托给基金会嘛 嗯 对比方说我的保险金通过给基金会 好不好 是 或者给这个屁物工厂好不好 那你可不可以把我的小孩照顾到他 啊 这一辈子 因为我已经没办法照顾他了嘛 对 这我觉得这是不是也是公益信托的一条路啊 这是我忽然想到 这真的 现在就在有很多的机构在尝试做这条路 对啊 希望能够做更完善 嗯 就是说今天钱其实是到信托 呃基金会 对 或者公益团体里面去 对 但他给你一个承诺 他这个承诺就是说 会让那个呃 你的孩子得到好的照顾 对 就照顾到终老 因为你看能够照顾的爸妈都都走了啊 对 所以他呢就是类似要这样的机制 但是就需要他们去承担这样的责任 嗯 他就承担 嗯 所以我们这就是信托的优点啊 嗯 他可以做一些 让有些没办法管理 像刚刚特别 特殊儿 嗯 他没有办法管理 或者说今天碰到什么状态 你没办法管理的时候 嗯 找人或找机构 嗯 来帮你做妥善的管理 嗯 那最后的钱也要注意就是不要留在他身上 嗯 他能够享受到 但他没有所有权 嗯 这就是信托的真很棒的地方 对 我们会找一天啊 我们会找下一次 以后有机会的时候 我们做一集公益的信托 然后让大家更清楚的知道 因为 其实啊 就是啊 家里有这样的状况的比例 其实蛮高的哦 是 对对对 就十四分之一啊 所以我觉得 在公益这个部分当中 我们也不能够忽略这个群体 嗯 我觉得他们反而是最需要的 有时候 其实坐到这边 我忽然觉得说 就是有钱人需要做信托 因为钱太复杂了 或钱太多了 对不对 或者是小孩太多了 关系太复杂了 大方二方的 然后这是什么 谁也不甩谁的 可是我忽然想到了 越弱势的 其实是越需要 对的 对啊 没有人可以那个啊 比方说一个 你刚刚讲的单亲妈妈 对 或者是有状况的家庭 他们更需要 所以常常我们信托会 信托会结合成保险 嗯 就是在保险的时候 对我来说啦 我最近就是买 之前不知道我们分享过 我买了一个保险 就是意外险 那意外险这样是定期的 跟根本不是 不是什么储蓄型的 就是我买了 今年当中我发生事情 就表示我中奖了 再见 就中了 中两千万 例如说我花18万 中两千万 那我当然不希望中奖 中这奖不好啊 那我在讲这个意思是什么 这叫放大效果 因为我知道我 我孩子很小嘛 因为突然我过世的话 那我孩子是不是顿思所依 那他还有好多的 他 他现在大的 老大才五岁啊 他至少还15年才成年啊 那每年都要一点 那个生活费啊 那 那如果我在的话 每年可以赚给他 可是我不在呢 我不在的时候 我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办法说突然 这个意外事故发生的时候 我可以有一笔大的保险金 可以给他啊 那于是我就想 那这个很重要 所以我在之前就保一个保险 就是定期的这个人寿 人寿险 所以如果我过世 那所以他你看嘛 18万他可以赔率是到 我把他当做赌博来赌啊 18万赌2000万 如果我如果我押住18万 我不想中啊 那中的时候才2000万 好 那问题来了 要跟信托有关系哦 如果今天中了 我中了 我不要中了 那中的话 2000万 那我就不在了啊 那2000万就给谁 那就受益人就是 就是小孩啊 对不对 这小孩 五岁小孩拿2000万 那开玩笑 这要他命啊 不好啊 所以 不如说 这个保险金还做个信托 信托的时候 我每个 他每个月可以拿2万块 或3万块 那持续拿拿拿拿拿拿拿 那信托就是让 就是这样子 等于是要管理 那我如果担心说 这个受托银行没有照着做 或有些事情呢 不一定他没有照着做 有的时候是这样 他需要监察人一些意见的时候 可以请监察人做决定 例如说 他的教育费用要调整啊 或什么要调整 对 如果你太僵固也不行 对对对 就有一个人帮你决定 因为银行不太喜欢帮你决定 事情 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希望找时间会好好聊一聊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不好 静一下广告 好 我们待会就来那个 要那个 call in 还没call in 对 我们差不多吧 这个可以那个吧 可以了 好不好 好 好 我们待会就留时间那个call in好了 好的 对我们直播就先告个段落了 好 好 拜拜 拜拜 对我觉得很多人期待公益信托 我们真的忽略这一块 我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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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